那耐冷吗 耐冷是我们蒙古族有盛大的节日 叫耐冷 我们还没有机会去 你们今天要把那个欢乐的气氛 带给我们 好 好的 请 好 夜已经提及山上光芒走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 多么慈祥 把我们碰碰的心照亮 我们迈路走在 社会主义幸福的那道场 嘿 笨子 嘿 我问 黑监的金山上光芒走四方 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 多么温暖 多么自想 把我冬季的心照亮 我们迈步走在 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我们迈步走在 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 嘿 大家嘿 非常激动 非常感谢中国梦之声 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 自己本民族的东西 在这样的舞台上 能够展示为蒙族兄弟 感到骄傲和自豪 谢谢 我们现在看到他们 在台上发光发亮 我很想知道 不做音乐的时候 平时你们各个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以前当老师来的 然后现在也不在学校 当老师了 我是把他忽悠来的 我说搞组合特别好 特别有前途 然后他就被忽悠的就过来了 一个月多少钱大概都介意吗 跟我说说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输入 那是什么让你们这样 一直坚持支撑你们的音乐梦想 我想知道 反正觉得 喜欢这个音乐跟谈恋爱一样 必须对音乐负责任 所以说我们脑子里边两个字坚持 这个比喻非常好 现在这个社会上 在玩音乐队的人越来越少 而且我们民族的一些小孩们 现在传承的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刚开始学 然后后来我们发现 我们真的太爱这个了 然后我们真的离不开他 我们真是这样 特别好 离不开他就是支撑的 支撑的原因和理由 离不开他没错 很令人敬佩 那我不晓得你们 喜不希望把你们的民族音乐 推向世界 成为世界音乐 我们目前的梦想就是 我们创造好多作品 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音乐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追求更大的梦想 也许有一天 我们更大的舞台上 唱我们自己的歌 要不要再唱一段 行 太好了 我们欢迎再来一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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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的是缺一个女孩 把我放进去 这样有没有一个美丽的融合 不然你先听我呼瞒一下 你再决定我是不适合嘛 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吓人啊 我们赶快给出答案 过 欢迎加入偶像学院 欢迎你们加入偶像学院 我们是下一个东方偶像 我叫李晨红 我叫李晨纲 我来自山东 年轻的时候有过音乐梦想 我来自行的 我去 我来自行的